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条假条 说是两个人开空调度数不一样 把另一个弄感冒了 如果你听过 那么再来看这段视频就能懂什么意思了 我们都知道在第一天开工的时候 哥哥感冒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确实如波波说的 度数没有变化 但是哥哥的意思是 感冒的第一天 度数要比平常调高一点 但是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 讨论空调的度数 OK OK 好啊 又B 今天也不过才三个月 在一起的时间更短了吧 不了解应该是很正常的 但是对于哥哥这一点点小埋怨 他竟然一口就硬撑下来了 OK 好啊 那是不是说 下次我知道了 感冒意思没有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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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哥 鸡哥开工啊 鸡哥再来一个 讨论完度数又来打雅迷 就假装话没说透 但是我想问真的有人不懂吗 懂的都懂了吧 而且这个摄像你是不是看得有点晚 啥都说了你才想起来有摄像在 接下来波哥拍摄单人镜头 他特意问了一句 是被拽住谁 没有拽出去 他把你甩到那边 啊 这个手就张开就行了 对对对对 他长脸了 结果在下一段拍摄 他特意问的张开就行的是 来准备 虽然不知道这个在对面说了什么 来可以 来准备 来准备 来 知道 但是我好像听到了 有人在那边跟他一个笑声 而关于他俩的520 我可能干减一期时间都不一定够 就不说的那么详细了 但是最能触动我们的 应该是那年舞台上 两个人明晃晃 用暗彻彻的宣誓吧